数养题 生活数养之算起不等式 若想要利用一条绳子 为出一个面积 至少为25平方公尺的矩形花园 则所需要的绳子总长度 至少需为多少公尺 我们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算起不等式 若AB均为正数 则2分之A加B 大于等于根号AB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我们来假设矩形花园的长为S公尺 宽为Y公尺 这里的S和Y都是大于0 绳子的总长度就是矩形的中长 等于2S加2Y 因为矩形的面积至少为25平方公尺 所以面积S乘Y大于等于25 我们由算起不等式可以知道 2分之2S加2Y大于等于根号2S乘2Y 我们把这个不等式做一下画简 左边是S加Y 右边是根号4SY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S加Y大于等于根号4SY 从前面我们可以知道面积SY大于等于25 所以这里的根号4SY大于等于根号4乘25 4乘25是100 100开根号等于10 所以S加Y大于等于10 因为题目要求的绳子总长是2S加2Y 所以我把S加Y大于等于10同乘以2 可以得到2S加2Y大于等于20 因此绳子的总长度至少需要为20公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